我們來試試看我的 好爛喔 這個爛套了 這不用它 我也覺得你不是嬰兒嘛 你也太瞎了 技術者 意思就是說 他與光有關 沒錯 來 我們直接打開來看看 一 二 三 這樣就瞄懂了 這個是比如說 寶寶哭的時候 然後他會電吉他 你練寶寶跟什麼啦 喂 很通常 你來介紹 你介紹一下 憲哥講對了一半 寶寶哭的時候他會有動作 但不是電吉他 對 其實它是一個音箱 智慧型音箱 那當然它也有一些燈 因為現在寶寶需要睡眠訓練 就是什麼時候開燈 關燈這樣 對 但最重要的 是他內建了翻譯的功能 翻譯 對 哭聲可以翻譯 沒錯 可以 從哭聲來判斷 寶寶大概四種需求吧 第一個 肚子餓了 第二個 要不然要換尿子 對 有嗯在屁股它不舒服 或尿尿濕的不舒服 再來一個就可能是寶寶 生病 發燒那些 這不舒服 憲哥真的非常厲害 其實都猜對了 過來了 其實這四個需求 還不是最重要 就是因為可能你Try and Error 你還是可以找到一個規則 最重要的是他到底有沒有生病 對 我們可以偵測他 是不是有潛在疾病 因為有時候他在哭 他可能生病了你不知道 我們可以借用哭聲 然後他會傳一個指數 如果超過範圍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說 沒錯 來 你來試驗一下吧 好不好光說不練我們怎麼辦 可以直接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好 當然它本身也是一個燈 所以它也會有燈的功能 燈的功能 對 也可以開燈 那我們現在假哭 它可以翻譯我在想說嗎 可以請LuLu來試試看 你哭一下 我要用強制觸發的方式 可以了 可以了 再旋轉就代表是正在思考中 他在想 對 他正在思考 真的給我整個思考中 他竟然可以穿過 他想好久喔 對 他在猶豫 爸爸 爸爸 我肚子餓了 靠腰了 靠腰了 對啦 我真的肚子餓了耶 對啦 腰了 真的餓了喔 這個吃飯王餓喔 好餓喔 這種也就是準確度的問題 對 準確度是85% 其實剛才我NG了 正確情況他應該會說 我來試一次好了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LuLu的聲音 有辦法穿過我的檢驗 非常厲害 也許你的聲音像小Baby 我們來試試看我的 好爛喔 好爛喔 這不用他 我也覺得你不是Baby 你也太瞎了 技術長 意思就是說 他會判別 他會判別 是否真的是孩子的聲音 對 是寶寶的哭聲 這很清楚吧 這還要他翻譯嗎 可是我們就已經 對不對 確定了 不是他的問題 是你哭太爛了 今天如果能夠真正有個寶寶 可以來現場 對啊 可惜 不可能現場有寶寶吧 要不然我緊急來生意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有嗎 歡迎萱萱進場 謝謝 好可愛 好可愛 糟糕了 他問題是 他現在還滿愉悅的 我跟你講我抱他他就哭了 怎麼哭 他現在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這個人是要唱什麼 仰天長笑 糟糕 有了 有 蔡姐姐好可以抱的 可以抱了 可以 好 來 什麼 可以了 辛苦了 謝謝 乖 沒事了 他在思考 對 對 一定是想睡覺 現在一定是想睡覺 對 對 因為小朋友睡眠時間 他一定 謝謝媽媽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擾人親夢 對不對 可是他在呼吸那一口 好